好来看到停车 车停成降真的是蛮可怕的 在高雄古山区一栋大楼的机械停车位 已经连续两个月了 都有车主因为停车 就有车辆损毁 其中一辆是轿车从天降 另外一步呢 则是机械停车位下移时 车头被撞毁 早上业者求偿 业者都推说 是车主自己停车 不够小心 休旅车已经停进了机械停车位 车主却没注意到 车头超过停车位的长度 一按下按钮 车辆下降后 车牌卡住 车头保险杆也翘起 等到车主发现 再去按停 已经来不及 我今天就卡到的时候 他没有停 他继续往下 他一往下 他现在人 是人在现场 他就要来手动停的时候 我鬼枪跳起来 这个月5号 银丝休旅车车主 把车停进了高雄古山 移动大楼的机械停车位 没注意到车头超出停车位长度 而且停车位的月线感应器 也没有发出警告声响 导致车头受损 车主质疑是停车位设计不良 向业者求偿 真正的用途 不是要给 他停止 给他 称政策他有没有停好 他是在 政策说 今天在运转的过程之中 有人侵入 他要把他停下来 业者不愿负责 推说是车主自己 没注意到停车位长度 停车不够小心 不愿赔偿 而类似停车意外 也发生在今年3月底 蓝色轿车才一开出停车位 停在上头的银色轿车 立刻向前滑动 整辆车摔落地面 真的让人看傻了眼 连续两个月 接连发生两起停车意外 诸贺无奈 只希望停车位管理业者 能够负责 避免意外再发生 记者谢嘉玲 高雄报道 4片 5片 5片 kalau